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来东北了 那么更长时间没有在冰雪上驾驶了 这一次2023梅泰德斯文池冰雪对决开始了 今年奔驰冰雪对决依然在我身后巨大的湖面上进行的 这一次也设置了4条赛道 这4条赛道分别也模仿了世界上知名的几条赛道的设置 比如说巴林赛道 包括蒙特卡洛赛道以及纽伯格林赛道 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每年冰雪最经典的这种化缘的定点漂移 这4条赛道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充分去体现奔驰在冰雪路面上 车辆的状态以及车辆的性能 当然了你的驾驶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次奔驰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车型 最亮眼的一点就是这一次在冰雪路面上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挂绿牌车型 没错 这一次EQS和EQE也加入到了冰雪对决这个项目里来 当然了AMG是不可或缺的 A35 A45以及CLA45包括说GT以及GT四门都是这一次冰雪对决里面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天整个的体验起初之后你会发现 梅海德斯奔驰的产品在冰雪路面上面 包括在这些特别设置的赛道里面有了非常多的驾驶落序 同时在另外一个方面也体现着它用整个产品序列的一个性能优势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次非常大的亮点就是电动车型的加入 那EQE EQS在冰雪里面的驾驶其实跟我们日常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它具有后轮随动转向的系统 那么在冰雪驾驶的时候跟我们过去的驾驶方式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并不是所有的弯角都需要飘移通过 甚至说有着后轮随动转向系统 那么在一些高速弯的时候 你是按照这种柏油路走线反而速度会更快 那么另外今天在这个定点飘移划大圆的时候 你会发现EQE的驾驶起来反而更为的简单和轻松 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电动车不太好飘移 当你找到合适角度和速度之后 其实对于电门的控制要求相对细腻 但是形成短了很多 所以你在操控过程中你会觉得更顺手 另外电动车的重量相对来说要比达游车重一些 所以在化缘的时候 一旦你找到一个均衡点 你可以很从容的保持一个漂亮的飘逸的姿势 那么另外一点 EQS非常大的一个车型 我们今天在赛道里面 也并没有因为它是一个5米多长 3米多长轴距的一个巨型车身 而感到说驾驶非常笨拙 并没有 还是后轮随动转向 以及整个车身的灵动性 另外AMG是每年冰雪对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 这一次我们开到了A45S CLA45S 那么包括GTC以及G74门 说实话 在今天赛道里面 A45S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认为一个小钢炮式的一个四驱车型 拥有着地表最强的四缸发动机 在冰雪路面里面 你只要方向正确 完全可以靠油膜来控制车辆的姿态 真的是你视觉中和想象中拉力的那种姿态的驾驶 非常过瘾 当然了 大V8的GTC在冰雪路面里面的驾驶也是非常有乐趣的 但是会给你感觉稳重的非常多 没有CLA以及A45那种灵动性 但是V8给你的感受真的非常过瘾 今天最意外的就是这一次GT50四面版本 提供了一个四驱的版本 这套版本可以对于你的驾驶技术没有非常高的要求 就可以很从容的在冰雪路面里面来享受冰雪驾驶的乐趣 入门和入手都非常的快 那么今天白天的体验 我们就先这样匆匆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为什么 因为今晚还有一个彩蛋 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量机 星期间